好 還有三萬塊 接下來請 叫陳啟鵬老師 來舉圈擴插 請出題 我沒有說輕嗆嗆 你又在幹什麼 兩個外國人 輕嗆嗆 九粒 一隻狼跟七隻小羊 一隻狼 狼跟七隻小羊 對或錯 答對了 來 請加兩千 謝謝 Annie 換我對不對 沒人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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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他是一般魚 一般人 答對了 老師聽得懂 他聽得懂 請加兩千 醜小鴨 答對了 來 請加兩千 Judy 答對了 請加兩千 Petro 小紅帽 小紅帽 對或錯 答對了 請加兩千 有力 兔子與刺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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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或錯 答對了 這個故事我還真的不知道 請加兩千 對 其他小紅帽 我們都知道故事 兔子與刺蝟是什麼故事 那兔子跟刺蝟 其實他們應該是沒有辦法成為好朋友的 因為兔子非常柔弱 那如果要跟刺蝟在一起的話 就很容易被他刺傷 對 他其實是在想說 兩個不同環境還有不同屬性的人 是如何的和平相處 對 就像我們 你好 他是刺蝟 我是兔子 好 來 加兩千了 來 阿妮 三 三個小豬 我不知道中文怎麼說 三隻小豬 三隻小豬 對 或錯 答錯了 好 或許 好 原因是因為 就是我們這個童話是說 安徒生童話跟格林童話 可是三隻小豬雖然快智人口 但是他是英國的童話 對 不屬於剛才講的這兩個童話 對 不在這裡面 好 來 牡子公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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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我錯 我先問一下 牡子公主裡面 跟動物有關的是什麼 遇到很多不同的 像蝴蝶 不同各種遺憶 不是這個 螳螂 答對了 恭喜你 加兩千 你要什麼動物 正確來講 牠其實 確實有遇到很多的危險 那其中比較明顯的是 牠有遇到殘除 想要吃牠 殘除 殘除 來 Judy 白蛇 原來外國也有白蛇 你講的不是中國的嗎 對 不是 來 童話中白蛇有沒有 答對了 有的 請加兩千 格林童話的一部分 格林童話 對 那是講什麼 牠是講一個國王呢 牠每天吃飯都要吃很多道菜 對 牠就有一道菜不打開 永遠都不打開 然後牠要吃的時候都偷偷摸摸的 所以牠的那個四位就很奇怪 就很好奇說 為什麼國王每天都吃這個 牠覺得可以好像長壽還是幹嘛 後來牠就偷偷去打開 又發現說那個國王每天都會吃白色的蛇 吃白色的蛇 大概小時候就看那個劇場 好可怕 很驚悚 對 Petro 我小時候 等一下 貓與老鼠共同生活 是這樣翻譯嗎 因為我是看西班牙文版的 我是直翻的 貓與老鼠共同生活對我說 故事的情節是什麼 故事你要不要講一下 就是牠們也是有一點 像那個什麼兔子與智慧 對 就是兩個很不同的生物的一些冒險 然後到最後還是老鼠被吃掉 就是不相容的生物 不可以共同生存的那種 牠可能成為朋友的 牠硬要成為朋友 那這還是被吃掉 最後之後 答對了 好可怕的一個故事 等一下 先加兩千 那全名是什麼 貓與老鼠交朋友 西班牙文是VIVENHUNDOS 共同生活 差不多 龜兔賽跑 龜兔賽跑 龜兔賽跑對我說 龜兔賽跑 打錯了 不是這兩個嗎 龜兔賽跑是屬於一所欲言 一所欲言 聽清楚是格林童話跟安徒生童話 安徒生童話 對 好難喔 想不到喔 國王的新衣 國王的新衣 國王的新衣對我說 打錯了 好 跟動物無關 裡面有隻馬 對 要跟動物有關 裡面 有一隻馬 國王出現那隻馬 對 有一隻馬 Julie 金鳥 金鳥對或錯 答對了 恭喜加兩千 金鳥 你的故事都好像沒聽過 你要不要解釋 剛剛吃蛇嘛 現在吃鳥 現在不是 現在吃蘋果 現在吃蘋果嗎 她就是說有一個皇后 她就覺得說她院子裡面 都會長出那種金色的蘋果 對 然後就覺得每天都賞心悅目 可是為什麼每次選點的時候 每天晚上都會掃一顆 然後她的兒子就偷偷地去看 然後她兒子就發現說 原來每天晚上都有一隻鳥 飛到她那個院子裡面去 然後吃一顆金色的蘋果之後 那就變成一個金色的鳥 OK 所以有一個金鳥的故事 以前吃一顆 那不知道被它吃光 對啊 就她就覺得說為什麼我的蘋果 蘋果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對 好 來 Petro 等一下 要 獅子嗎 獅子與跳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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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話說 名稱上故事情節 故事呢 故事我記得也是這種 就是兩個不同生物 一個是跳槽 一個是獅子 他們生活在一個蛋殼裡面 各種主要 蛋殼 我 是不是他們的家是一個蛋殼 答對了 有 請加兩千 Petro蠻厲害的 這些童話只是在不同的 不知道怎麼翻成中文來講 剛剛講金鳥嗎 現在講金鵝 有一個字金鵝的故事 還有 金鵝 對 金鵝對我錯 答對了 請加兩千 有耶 你真的以前小時候陪小朋友 你這些 真的 金鵝的故事是什麼 有 金鵝我已經忘記了 反正也是那個 河裡面 反正那個湖裡面 就是只有一隻是金鵝這樣 然後到了晚上還是什麼 他會變 對 他就跑來吃了金蘋果 吃了金蘋果 然後就又變金鵝 對 Petro 加了兩千加了 對 加了 還有六千 我還記得兩個蛋 情景都很模糊 我記得有一個什麼 有靴子的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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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然後他的靴子是有 什麼超級能力之類的嗎 我一定忘了 我記得 他也是由於 化成動漫才西班牙 穿靴子的貓 長靴嗎 對 後手 答對了 答對了 哇厲害 完蛋了 又看到我了 又回到你 會不會史瑞克那個 演的貓健哥 那應該不是格林格蘭提 不是格林的 這個是格林童話 但是來自於義大利的童話 那就是說這隻擬人化的貓 如何使用詭計來幫助他的主人 娶到那個異宗人這樣子 好 然後如何懂 來 去一點 香腸 香腸養得多 香腸嗎 香腸養 真的 香腸跟狗 香腸跟狗 對 什麼 狗跟香腸跟驢子的故事嗎 狗 香腸 驢子 故事 對或錯 答錯了 那這個故事確實是有的 不過它正確的名稱是 老鼠 鳥 香腸 對 老鼠 鳥 也像說這個 這個香腸 還有驢子 對 驢子 有香腸養得多加香蕉 金香腸 全部混在一起 對 我都要講金才對 還有四千塊看你一個人搶 我只剩一個大概記得有 就是有六隻田鵝 他們是一群兄弟 然後不知道怎麼 他們變成田鵝 然後飛出去那個城堡 一個國王 我忘了 來 最後錯 答對了 有 請加兩千 那這個名字叫什麼 正確的名稱就叫做六隻天鵝 六隻天鵝 六隻天鵝 是 最後一句 請 5 有一個故事是有一個驢子 一個狗 一隻狗跟一個公雞 公雞 狗 驢子 對或錯 答對了 OK 這個懸疑是為什麼 老師 老師 等一下 我遲疑的原因是 因為它正確的名稱叫做 不來沒成的樂手 對 他們都是樂 對 他們都是四隻動物來組成樂隊 那因為各國的翻譯會有所出入 那所以如果說他在他的家鄉 是直接講這四隻動物 也許可以 對 因為他說在中文沒那麼好 要把這個故事講完 對 都厲害了 真的有這個故事嗎 對 來 開座了 真是厲害 最後兩千給你 一萬八 真的厲害 目前你暫時領先了 真的 真好用 好 那還有補充的嗎 有 那其實這些西方的童話 他們也隨著 直帶不同的演變 而有所改編 像譬如說大家所不知道的 白雪公主 那最一開始的版本 是生母迫害女兒 可是如果說媽媽講給女兒聽的話 女兒就會覺得媽媽在害我 很可怕 所以後來格林兄弟 他們才會把它改成是季母 所以會有不同的版本的流傳 那甚至會有不同的名稱出現 也就是這樣子來的 了解 好 目前安妮 六千 Jackie 六千 Julie 一萬二 Pedro 一萬八 九六八千 進行下一回合 贏者全拿 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拜託ATM 誰敢來Battle 訂閱拜託ATM的YouTube頻道 等你來Battle Pedro